你学高 那我学高了 那你呢 我今天 你就玩怎么办呢 哎呀那你就心胸宽广一点就可以了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这里是行为我们客家 我们王小姐打进电话来 今天呢我告诉你 真的是打得及时打得准确 打的是时候啊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正好在我们刚刚还没有宣传热线的时候 你就打进来了吗 88310 我是你们的老听众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我的节目基本上是你们都是老男 老听众 综合称老听众嘛 今天呢我们让大家来玩一个游戏啊 就有胆呀不怕死得都上来吧 这个我们今天礼物呢 是来自92度华侨城92度咖啡 特别提供的飘香牛排 老板娘 我怎么发现这个牛排 一上来之后 是不是打电话的听众有点多呢 老板娘 老板娘 你看啊 可不可以当妈咸啊 没想到你当妈咸啊 我今天就是当妈咸啊 我妹妹啊 我妹妹 老板娘 追 追她这个版权费 老板娘 接下来啊 这个王晓姐 你就别说三点四的了啊 接下来我们开始玩 就有一天给我们一个 金子 天天都守着你节目 别的面子 你是要给自己一个 他天天守着节目 他现在就在听节目 这也有什么惊喜 不是 今天他有试词了 没来 就我在 我在推荐里面不在 他一听你这个说话 与平时不一样 他肯定就相信 你看那时间就觉得了 就觉得是我们节目了 来王晓姐啊 开始 用声音来表现成语 用声音来表现成语 这也行啊 来听听看啊 你的这句是 吞吞吐吐 用声音来表现 预备 开始 王晓姐找到一点感觉了啊 接下来是 张牙舞爪 张牙舞爪 我不会 那王晓姐 我只好谢谢你啊 休息我们节目 坚持这么久 还是不会啊 谢谢王晓姐啊 下次呢 让你表妹跟你一起来参加 由于你表妹是我们的长者 所以我们不能对她进行大冒险啊 谢谢王晓姐 但是呢 非常遗憾的是 王晓姐被淘汰了 王晓姐被撤出了 她被淘汰了 所以我应该 请请问一下 这张牙舞爪 就是怎么 张牙舞爪应该 让后面的听友来表现啊 我如果都表现完了 就没有他们表现的机会了 那把演呈 就是哈邦41097 我们桂林的听友 可以拨打588388383 接下来来参加 台湾客战 用声音表现成语 接下来让大家学的是 鬼哭狼豪 看见了 家电降价了 国美龙华万助行业 在29日升纳开业 老不客积聚问物 每场是三星手机大抽奖 还有三百万银金等大拍送 等周六 就让我们相约 国美龙华万助行业 过来的忙 两三次为止 为了 公告 本周羊羊 在你继续继续 本周二星差的好音乐 清风绝来 其余 完全日晚张爱佳 景星秀国景秀二十照 温柔五水零一年 美美声音 就在上午这里 语歌味道 本周三星 语歌故事会 只从上飞 给你表述 跟着鞋子走的爱情 让你相约 本周六晚八点 我们知道我们的地方 更多 上次的我们再见 欢迎继续来到我们 行王门客栈 我是老板娘 芽芽 我是大猪光哥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可以听见我们的亲友 今天我们的游戏话题 大冒险 是用声音来表现成语 接下来我们请出这位 你好 喂 你好 怎么称呼这位小姐 姓蔡 蔡小姐 蔡小姐名字单字一个鸟 是吧 不是 我是草字 好了 蔡小姐对自己 有没有信心呢 我刚才稍微听了一下吧 好像没想到感觉 好 首先呢 你的这个成语 第一个成语 我们三个成语 才能过关 要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成语是 鬼哭狼嚎 预备 开始 人家还没笑 你自己先笑 王小姐 这个蔡小姐 你现在是太菜鸟了 蔡小姐 这个鬼哭狼嚎 是用来形容老板娘唱歌的 就是形容像老板娘这样唱歌的 鬼哭狼嚎 你要分析一下里面 会有哪些成分 鬼哭和狼嚎 准备开始 有鬼哭的声音 还有蓝叫的声音吗 你自己分析啊 我们只有这个十秒钟的时间啊 已经可以开始叫了是吧 开始 蔡小姐还没对其中之位 我都提醒你了 这跟老板娘唱歌的有关系 小一点 蔡小姐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我在哪里 董哥这就是你提醒的号 这样蔡小姐再说我都不能给他过关啊 接下来 还有一个成语 鸡犬不宁 开始 鸡犬不宁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示 不知道是吧 那蔡小姐只好下次再来过了啊 做一个非常好的姿势 跳入我们的系统 谢谢 我们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呢 老板娘 鸡犬姑娘已经放水了 我们好久都没有用过这个系统了 今天不停地在用这个系统啊 时间长了 她不冲 她肯定是 你好 通则不痛吗 时间长了不痛就毒涩了 你在吗 这位先生 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姓黄 鼻子上不停地在冒汗 是不是 还有 没有啊 黄先生啊 今天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第一个成语是不言不语 那就鸭血无声了 黄先生你做好准备了没有 做好了 做好了啊 第一个是 狼心狗肺 狼心狗肺就是这样子的啊 我们一般希望一个人狼心狗肺的时候好像并不是这个人 那这是有声音啊 也算您过关吧 第一个过关了 第二个 第二个成语 微风淋漓 微风淋漓 微风淋漓就是吹这么风是吧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可能是象形文字吧 可能是这样子啊 象生词 接下来豪言壮语 什么 豪言壮语 豪言壮语啊 您的声音啊 嗯 好 今天太可惜了啊 黄先生 最后一期没过关 太没有创意了 这豪言壮语多容易啊 接下来我们请问这一位 你好 喂 这位朋友是顺流而下 就是逆流而上 我们这个声音 这个水声还没有结束 你就杀出来 怎么称呼这位先生啊 是熊 熊先生 你知道熊先生 是见证家有多少人会嫁恨于你吗 跟你说 不是多少女人会嫁给你 是多少恨会嫁给你 为什么 你信是熊吗 我跟你说 你看看那个古史那个样子 古史就你的样子呀 差不多 差不多啊 熊先生 你自己从来不炒古的 对不对 没炒过 对对对 你这个信就不能炒古 那熊先生 自言自语 嗯 开始了吗 当然开始 自言自语 嗯 开始 五 五 四 三 二 这是不言不语 熊先生 你那是哀声叹气 熊先生啊 我跟你说呀 这不是固然 你可以不炒啊 但是你生活当中 也不能像你的性这样的 你生活中也要做英雄啊 对不对 你不能做英雄啊 是不是啊 熊先生 还有 还有一次机会 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不好 好 刚才说的是什么呀 自言自语 你都不会啊 来一杯 请 好了 熊先生 只好对不起了 熊先生最后发出了一点 声音 把他丢进去 马桶的时候 哎呦 很开心的样子 他其实期待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 你好8831097 青少女朋友可以继续来打电话调战啊 怎么称呼你 喂你好 怎么称呼这位先生 我姓黄 黄先生 你也姓黄是吧 刚才我们没有一位听众 能够调战过关 就看你了好不好 好了 你也来刚才那位先生的 自言自语 一杯 请 你以为我今 开始了吗 开始了 哎今天怎么少了30块钱 啊 问你了 哎呦 不对 我这口袋里面 哎 这倒是我们生活当中 经常用到的 所以我们这位黄先生 自言自语 经常东西找不着了 其实就在自己的口袋里 是其余找余 但是呢 你这个话语呢 实在是太贫乏了 好 下面一个 心仰难脑 心仰难脑 预备 开始 哎呀呀呀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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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鸡鱼逃 新仰难脑 鸡鱼逃哪里去 这 这位先生 黄先生 你要早现出那种难脑的那种感觉 心仰你够不着啊 难脑啊 衣服都快给你脑 脑破了 哎呦 哎呦 老公 一会儿养啊 我们先脑 黄先生 你心仰难脑 并不是让老婆帮你脑养呀 黄先生这次也没把握好机会啊 我们下次再来 哎呀 今天我们这个92度咖啡特别提供的这个飘香牛扒到底能够落入谁手 如果送不出去他回收吗 嗯 听说 接下来我们看这位你好 哎你好 怎么称呼这位先生 我姓曾 啊 曾先生啊 今天我们就看你的了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你 甜言蜜语 哎呀 你长得好漂亮啊 呀呀 我在网页上看过你啊 太漂亮了 又漂亮又好看啊 身材又好 又年轻 你是在网页上看到我啊 是啊 没有见过真人嘛 他们看到 flash效果啊 我也想 曾先生怎么 有点像以前 讲西游记那个老先生 叫什么来着 孙静修老爷 一听就知道风格是哪个年代 啊 好了 这个就在你过关了啊 我听了还挺受用的 接下来是流言蜚语 流言蜚语很难表现吧 预备 去 流言蜚语啊 这个小王他怎么怎么 总是事情做不好呢 那个老李他好像也 经常迟到啊 上班不来啊 您这是打小报告 这是 不是流言蜚语 流言蜚语 基本上说的就是八卦的话 就是 差不多吧 这个好难哦 再来一次 流言蜚语 流言 这个某某明星 又和某某这个 有一些什么 这个不正常的关系 这是八卦新闻 哎呀这流言蜚语 就算他表现过关了 流言蜚语的 是这样 嗯 呦 老板娘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他肯定是有约会咯 你看那个风格哦 人情情统统共灭的 哎 他是不是哎 经常哎 老板娘欺负我 哦 哦 这次流言蜚语啊 好了 最后一关 你要把握好啊 嗯 鸡鸣狗盗 预备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太困难了吧 太可怜了 我们这位先生啊 共亏一亏 也谢谢你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 欣赏我们新闻梦客战的主题 一首 一台好几个后 我们继续鸡鸣狗盗 我们继续新闻梦客战的 这个成语表现单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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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星星星星龙梅客战 闯荡江湖不天淡 看着生死容易冰冥难安 五百生死八经三 三条风起云涌安安远远 眼前却江湖客战